嗨嗨 大家好 歡迎你今天來收看 幸福過鳥籠這個頻道 我是美港Judy 很久都沒有在YouTube上 聽到我的聲音 為什麼現在只有我一個 拍這個片段呢 原因就是 Frankie去了外地做事了 那Frankie不站在身邊 又只有我自己一個 在香港生活 所有的時間 或者我做些什麼 都是由我自己說的 雖然我現在的自由時間 有很多 做些什麼都可以 但是呢 你有自由 雖然你有自由 但是呢 你是沒有錢的 你沒有收入 那你怎樣去生存呢 香港生活 每樣都要說錢 錢錢錢錢錢 所以呢 你在沒有錢的情況下 你都要去找工作 找錢才能支付你的生活 那很多人呢 有些人會說的 你不用打工 可以錢賺錢的 不過 講到這個問題 我知道是可以錢賺錢 但是 我現在資金有限 我又沒有工作 那何來有錢 幫我錢賺錢呢 我自己沒有資源 所以這個 嘟嘟嘟嘟嘟嘟 不行的 那也有些人會說 你不做事 不如試試學投資 講投資 可以了吧 投資 投資市場 那麼大 那麼多 我又沒有做好功課 那我怎樣 懂得去玩呢 而且都是 回歸回剛才那件事 我至今有限 那我怎樣講投資 既然你又沒有打量投資 你又不知道 怎樣賺錢 這個資源的渠道 那不如試試做些小生意 小生意可以了吧 搞些小手作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玩 正在玩的 唉 搞生意 我暫時沒有這個生意的頭腦 未轉得好 萬一搭錯船 沉了船怎麼辦 那我手上的資金 不是 一聲沒買 嗯 更何況現在的市道都不好 我想 搞生意都不是一個正確的timing 所以剛才以上三個論點 我們都是要玫瑰回現身 都是要出來 出身 打工 找錢 所以呢 接下來我要分享一下 我會找工作的情況 那你現在在香港找工作 你可以說很容易 也可以說很難 那為什麼說很容易呢 因為你周圍一出街 你會看到一些餐廳 你會看到一些商鋪 會貼著招聘廣告 那他們都會說 我要請人啦 我會尋人啦 我會去求人啦 那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去吸引你去看那個招聘廣告 那你看完那個招聘廣告之後呢 你會除了留意他的職位請什麼人啦 你會最重要的是什麼 講錢 那現在在香港做一份工 人工是多少呢 那如果講人工的話呢 那如果是兼職的時薪 都起碼有最低的50元啦 去到如果你能力再高一點的話呢 70元至80元都會有的 那視乎你的工作能力啦 你的身勤能力而定的這件事 還有呢 我們現在香港人啦 成功爭取了 很久爭取了 已經爭取到現在是37.5 那如果換言之啦 你翻足一個月的話呢 那翻足26日 那計算起來呢 那你的薪金大概 最低工資都有 9750元的 那香港法例之下 最低工資 壓不壓覆到你現時 在生活上 在香港這麼密質 這麼高昂的環境 你生活呢 那就依人見智啦 那呢 如果我現在去找工啦 那我現在真的要找工啦 那我現在真的要找工啦 那 那 我在哪裏找工呢 我現在即將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找工的過程 是怎樣找的 那通常呢 我在香港找工啦 由我剛剛畢業出來工作 到現在啦 我最用第一種傳統方法 就是勞工煮的 那之後呢 勞工煮之後呢 我就去了招聘網啦 也都呢 有看一下那些兼職網 那樣的 那呢 有不同的網站呢 就可以讓你去比較一下啦 那在比較之下呢 我發覺呢 勞工煮呢 那個工資呢 就比較低一點的 oh god oh jesus 其他招聘網啊 還有兼職網呢 他們那個時薪啊 還有那個 那個 每個月的月薪呢 都會比較高一點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那還有呢 還有呢 做比較之餘啦 我都會看一下 那些什麼工種給我選啦 那也都有些什麼工作時間啦 那也有些什麼工作時間啦 就是如果你說 翻十個小時那些呢 喔 那我未必選擇啦 那 那 我都會看一下那個 生長多少啦 有沒有什麼福利啊 那 那 我現在的目標啦 我現在是找工嘛 我現在的目標 找工的目標呢 就是 不期望太高啦 也都不要理我設定自己太低 那就是 六十萬一個小時 那呢 可以 回九個小時的 那呢 可以回平日也可以 星期六日也可以的 那呢 我設定自己的 目標 底線 眼光 是這些應要求 都好啦 那說明找工嘛 那你當然是要發 CV 給那間公司看的啦 那呢 我最近去找到一份 都是銷售的工來的 是一間很大國際的 brand 的公司來的 是賣服裝啦 那它推出的時薪呢 也有六十元一個小時的 我現在就分享一下 我現在去見工的過程啦 那我最初去到了 哇 我看到那個環境 那個見工的環境 是 向海的 那我看到那個 那個職員仔 好像沒什麼殺傷 來我 那所以呢 我都放下了戒心 但原來呢 它原來是醫我的 那所以呢 我立刻 然後收拾自己的心情 那它一來呢 就開始問我了 嗯 你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那好吧 我就用了兩分鐘 去解釋自己先啦 那然後它就問我了 嗯 為什麼你上次的工作沒有做的 因為什麼事辭職啊 那我就 很誠實地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上次的工作沒有做到啦 那第三個問題 它就問我了 那為什麼你這麼想在我們公司那裡做啊 對了 以我的 露袋的轉數能力啦 我又解釋了為什麼 我想 希望在這間公司那裡做啦 然後呢 它就很關注我的 高度能力啦 因為我是 差不多沒有做過Sales 這個行業 那它就會說 就是這間公司做Sales的時候 工作性真的是什麼啦 它說呢 可能會有摺衫啦 摺衫啦 會在貨倉裡面來回 去收貨啦 補貨啦 除了去Sales客之外呢 還會可能在繁忙時間呢 會很多人的 那你認不認附到啊 這樣吧 那就是擴張我這件事啦 那我當然是說 OK 沒問題 那到最後啦 我已經差不多完結了 這個interview 我這樣前後後 大概十分鐘左右 真的很快啊 最後啦 因為它 真的原廠啦 好聽一點啦 那它就說 因為呢 這份工作也有很多求識者見的 那如果見完之後 覺得你適合的話呢 就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呢 就會電話叫我啦 那這個interview就完了啦 回去等消息 那你也知道 這個機會有多少的啦 通常都有 50%是不行的 那... 都沒什麼所謂啦 吸取今次的教訓 那就是下次再做好準備 再努力一點 去找第二份工作啦 那如果看完這條片的你呢 如果你有什麼 見功的技巧啦 或者是 見功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歡迎留言告訴我啦 和大家做過交流啊 令我可以 進步多一點啊 那今天這條片的分享呢 就到了這裡啦 那如果你想繼續 收看我這個 Youtube頻道啦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啊 我需要大家多一點的支持 和我一起努力經營啊 那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可以給個like我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